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13日 星期二 有一則很特別的新聞 我一看到之後 我想到一個 現在大陸在做很多那些 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認為其實大家 也有著一個共同的理念 所以我覺得這則新聞應該拿出來 讓大家 認真深入去研究 他就說 紅火蟻 入侵中國12個省 包括自治區 435個縣 紅火蟻的攻擊性很強 也會破壞農業生態 整個環境生態 甚至乎地方的電線電器 甚至乎堤壩 那些都會被他們破壞 而人體被紅火蟻咬傷 就有機會休克過敏 甚至乎死亡 那麼竟然有人把紅火蟻當作寵物 在網上買賣 這則新聞我覺得很重要 原因就是 這個現象解釋到最近 為甚麼大陸人 那種瘋狂的愛國 那些小粉紅 為甚麼甚麼都說是辱華 其實 他們背後可能也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推翻共產黨 為甚麼 紅火蟻 變成寵物 又跟這班小粉紅 義和團 紅衛兵 跟這些外國現象 跟一些 口口聲聲辱華的東西 牽涉到一起 怎樣 可以 消滅共產黨 或者怎樣推翻共產黨 這一節 我們會詳細跟大家分析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兼切聲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 後備星期日報 月輝贊助 好了 近日 國家九個部門聯合啟動了全國紅火蟻聯合防控行動 這個消息 就令到很多人對紅火蟻產生了好奇 為了小小的紅螞蟻 這隻紅火蟻竟然要大動乾乾 其實紅火蟻跟普通螞蟻是不同的 它的攻擊性很強 剛才說了 會破壞農業生產 農作物 生態環境也會被破壞 甚至會會咬爛電線 電器設備 提霸設施 當然人被咬爛也很嚴重 這些外觀基本上跟 普通螞蟻也很相似 紅火蟻 人體被紅火蟻咬爛之後 會好像 燒著 火灼 疼痛 如果嚴重起來 甚至乎可能會過敏性休克 甚至乎死亡 紅火蟻 是吃這些 種子 果實 幼牙 亂徑 都是會吃這些東西的 所以對農作物造成很大的破壞 紅火蟻破壞生態環境 會大量捕食其他的小動物 例如光腐化的小鳥 這些 這些節肢的動物 幽隱 紅火蟻會損毀基礎設施 甚至乎會危害供電設備 電信設備 以及提霸 很多人都會談論這個 紅火蟻是識辨的 那麼 大陸的北清 記者 他就發現很多個社交媒體 都有紅火蟻做題材的討論 有些人就分享被紅火蟻釘咬的經歷 治療方法 科普文章等等 還有 電商平台 有售賣紅火蟻的商家 並曬出線索進行舉報 記者就搜尋線索發言 在電商平台出現了 這個紅火蟻寵物的關鍵詞 頁面上 有很多售賣各類型螞蟻寵物的商家 但是商品中就找不到紅火蟻 這個中職 嘗試詢問了25間店主 大部分都說明不會買的 不過 他們發現 他們的發貨地顯示廣東和福建兩間 是很謹慎和神秘 他們說 店舖不會把這個紅火蟻上架 只會 通過 微信或電話形式 提供銷售途徑 在電話之中 廣東的賣家就跟記者說 你在銅報上問我有沒有紅火蟻買 我當然不會理你了 因為 新聞報導是不可以買這些東西的 但是同樣 福建的紅火蟻賣家在微信上有說出 電商平台 不可以上架 賣家都撤退 現在就私下賣了 商家就說了 要這個 按照這個需要 定價 1000隻紅火蟻 售價是60至90元之間 用磊心式管束 裝起來 磊心 塑膠 打不爛的 貨源全部都是 來自廣東 廣東的商家就說 當地有很多這些東西 我們的貨都是自己滑的 而福建的商家就通過跨省購買而來 就一籌能出 金日光島有蟻喉 你不要我就賣給人啦 好東西來的 奇貨可居 其實 這兩個商家 對於賣紅火蟻的危害 他們心知肚明 他們就說這些東西是比較危險的 咬到 有機會會 含龍 不舒服 甚至乎有機會咬了之後會過敏 發燒 甚至乎會死人 對環境也有害 這些東西跑到外面 犯極快 適應力很強 福建的商家坦然 每次在其他地方 買來紅火蟻都要現貨 難免 就會被咬到 經常買賣 所以他經常被咬到 差不多跟蚊咬一樣 就會起泡 會發癢 會癢 但是即使是這樣 仍然有很多買家光顧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他之前搞直播 賣走十幾萬隻 他們把剛剛湯圓的雞餵螞蟻 一兩天 整隻雞就吃光了 這個北青頭條的記者 繼續去刮料 他說 一些跟紅火蟻有關的貼紙留言區下方 也充施著不少買賣的訊息 網友不聽勸告 就上手去找螞蟻桶 根據一個網友上傳的 捅紅火蟻窩 他拍了一條短片 他用樹枝 撩了十幾下 藏有紅火蟻 鬥的土堆 密密麻麻的紅火蟻傾巢而出 有些紅火蟻順著樹枝爬上來 這個網友就說 別看他小隻 被咬一口就很痛 然後 有人聲稱要挖出來 賣給 買家 在網上賣 不過這些視頻 或者脫子 大部分都是被刪除的 對於不良行為 危險行為 華南農業大學的紅火蟻研究中心主任陸永耀說 紅火蟻 是檢疫性有害生物 根據這個法例 基本上是嚴禁運輸 調運 傳播 一旦發現向發生區域的相關機構匯報 就要比較合理 如果在小區發生 就要匯報給居委會或街道辦 因為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當然 其他的專家也說 國家明明禁止售賣入侵性生物 也禁止交易 人為的擴散 千萬不要觸動魅賊 正確的做法 是向當地的林業部門報告 他們對紅火蟻入侵是非常重視 因為紅火蟻入侵美國等其他國家的教訓十分深刻 他已經清楚看到他的危害性很大 所以2004年國家已經開始佈局做這個工作 不過 國家佈局做了那麼久 仍然是有紅火蟻入侵異中國 那麼究竟 這件事我們要怎麼看呢 其實 人們是明知道這些是有害的事情 但是他們也照做 為了甚麼呢 就是加速你中共的滅亡 加速你政府的管治成本 你政府不是照顧人民 而是打壓人民 他就做些事情來破壞你 像這個小粉紅 他們明知道他做的事情是有害的 你每樣東西都是辱華 以後就別人不說你了 每樣東西都持著中國人 現在有錢到處去旅行 到處去問人家為甚麼不說中文 到處去問人家為甚麼不說中文 法國人為甚麼不說中文 意大利人為甚麼不說中文 是一樣的 大家都是做著相同的事情 都是在危害 整個中國 但是為甚麼那麼多人做呢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愛國愛得那麼厲害呢 小粉紅 小小事就是你辱華 誰人 說任何東西都是一句辱華 其實他們在做甚麼呢 他們根本上就是覺得這個國家 有一部分人 是很怨恨這個國家 怨恨這個黨 怨恨他們 壓迫中國人民 所以他們 對這個社會作出一個控訴 甚至乎是一個報復 只要這個社會越糊糕越好 越亂越好 人越壞越好 久而久之就會感染其他人 這個小粉紅 這個辱華 類似這些紅衛兵 其實 都是做著相同的事 當然 其實不是全部都是我們的同路人 不過他們的客觀效果 就是在做 傷害共產黨的事 傷害中國的事 那麼現在 我們 知道其實有一批大陸的朋友 告訴我們 其實呢 他們看得出我們 紅旗易得道 當年玩紅旗易得道 是在玩甚麼 我們就通過這些 跟他們鬥爭的方法 梁振英阻問 我就跟他們鬥爭 你們要在香港搞共產主義 我直接跟你搞土改 搞巴黎公社 搞大躍進 搞這個 縮AB團 熱安整風 不是極左 不是極血聲 我們也不說 說到你自己也怕 說到共產黨也怕 當然 大陸人久而久之 就會向那個極端的方向 上帝要你滅亡 必先使你瘋狂 共產黨這個利器 沒裝得牙齒 沒有裝得細胞 比起當年的蘇聯強很多倍 我們也想不到其他方法 只是希望用這個方法加速 大陸也有很多 很多的朋友可能是有這個方向 甚至乎他們初期是沒有的 初期是打算玩起哄 人魂逆魂 但是玩玩了一下 搞這個就死了 搞那個就死了 一起搞 所以 一說起抵制 搞外國 他們就特別醒神 當然 這件事是有機會使得很多人受害 但是共產黨沒有辦法 他們是要對這個 苦果 他們作的業 找數 人民也可能只有這個方法 去推倒這個 共產黨 變了 革命很多時候就是由很少的事情 觸發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中東莫里英花革命 其實就是一個小販 一個特尼西亞的小販被人打死 就由這個人引發起整個中東莫里英花革命 拉倒了多少獨裁者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經常都要記得老母一句說話 星星之火可以療養 可能一隻紅火蟹 就是療養中國神州大地的火種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 這個聲音